好朋友那個黃明志的親戚 你現在是當他親戚人 那時候他是在華妍 他跟華妍老闆有看過我的那個時候狀態 就是會唱會跳 然後長得比較偏韓系 然後那時候他是說幫我 主男團 主男團 然後是 我這實在覺得講出來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講講看 看看我們能不能接受 飛輪海無尊剛退團 然後 你講 主持人家這樣講我沒有帥什麼 你們一定要幫我帥的照片 過去的他 講這種話我們都想扁他 加龍 送你收 你這張有點像汪功誠 我不知道你有這個身分 是 小時候 對 憲哥 露露 以前是AD666 小時候 對 小時候 大概 20多歲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一個dancer 以前是跳舞 力士dancer 欸 但是以前 真的耶 以前 以前只有一半的 林俊傑耶 頒獎給你 還拿了一個第一名 而且還有一點神視林俊傑 有耶 是 懂了 你是唱林俊傑的歌嗎 對 林俊傑歌唱 那個時候是林俊傑的歌唱大賽 然後是拿第一這樣子 對 什麼時候決定就把這個 你是職業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家裡是低收入戶 自己又有一點明星夢想當歌手 但是我那時候是舞者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朋友介紹我進去一個經濟公司 但那個經濟公司 那時候我沒進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有關係 就是經濟公司快倒了 就倒 你進去就倒了這樣 進去就已經好像快倒快倒了 有有預罪 對 然後但是經濟公司又不讓我們去接外面的 其他活動 以前的經濟公司 然後所以我就偷偷的去報名比賽 然後就是想說去靠歌唱比賽來賺錢 想辦法賺收入 對 所以那陣子全部就是靠歌唱比賽 然後才緩解 就變得不是低手入戶 那很厲害 也要很會唱才有辦法 對 我就完全是靠歌唱比賽來賺錢 因為我認識他的 我都不知道你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沒有 有這個要求 他是默默的在賺 他也是好朋友那個黃明志的經濟人 你現在是當他經濟人 對 也是他的MV製作人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為什麼經濟公司快倒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跟 那時候榮翔 還有甜甜也是同間經濟公司 對 榮翔哥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三個 然後跟其他的樂團 然後組了一個叫 胖子出頭大 可是你那時候還沒有 為什麼叫胖子出頭大 我前面這個 因為重點是很好笑的是 這個是胖子樂團 但是我們只出了一本書 你們組了一個樂團 但是只出書 但你那時候還沒有到胖子 是不是因為這本書 你就持續的努力 因為那個經濟人滿奇怪 他就說 欸 玉潔 你現在要加入這個胖子樂團 你還不夠胖 你要吃超過100公斤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慢慢吃胖 那個時候其實我沒那麼胖 然後我就被迫吃到100公斤 吃到的時候解散 被迫 結果後面更荒謬 因為經濟人亂搞 然後龍翔哥生氣走掉 然後經濟人就再找三個瘦子進來 然後組了一個叫 瘦子樂團 胖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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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亂搞了啦 然後又說 欸 玉潔不行 你現在要給我瘦到 那個 80以下 然後 欸 我在那個 你又給瘦子了 就是 又幫你又瘦 然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快倒了 他什麼都參加 哥長比賽超偶 他也去的 超偶 沒錯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就是進到經濟公司 因為經濟公司倒了 我是倒了 然後才去比超級偶像 然後我是有打到 就是有簽約進去 有到200裡面 這蠻厲害的喔 因為比賽大概兩三個 其實是沒收入的 對 然後我們就只能就是 藥婦房租了 雖然說前面有賺到一些錢 但是我可能只能 頂大概一個月或兩個月 然後我就只能去做 人體那個實驗 喔 藥 吃藥的 吃藥的 藥品的測試 人體測試 可以大概每次都可以拿個 兩萬到三萬 然後我就那一次 就試了一個降血壓的藥 然後 哇 隔天 去比賽 就整個往事 因為已經上來 已經整個 空了 空了 血壓 太低了 已經空了 就直接在舞台上發呆 獎金 是 最高的一次 中華電信有辦過一個 就百萬歌王 那那個 中獎金是一百萬 然後我就是冠軍拿到 對 你就拿冠軍啊 對 我就拿冠軍 然後我也簽了一個新的唱片公司 然後就簽給 來了來了 這個應該不錯吧 簽給那個 現在男權媽媽的老闆 叫李天龍 李天龍老師 他就寫了非常多熱門的Hido歌曲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他是在華演 他跟華演老闆有看過 我的那個時候狀態 就是會唱會跳 然後長得也比較偏韓系 然後那時候他是說幫我 主男團 主男團 然後是 我等一下 我真的實在覺得講出來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講講看 看我們能不能接受 飛輪海無尊剛退團 然後 沒有 你是誰 你講 主持人家這樣講 沒有帥什麼 過去 你們一定要幫我帥的照片 過去的他 過去 講重的話我們都想扁他 對 卡龍 喂 過去 你這張有點像汪東城 對不對 因為他們就想要說 老闆說 要不然我們先成立飛輪海二軍 因為不知道一軍狀況主 因為已經要閃要閃 要不然就如果說 他們願意唱你頂進去 不然我們再成立一個二軍 到後面他們也散了 然後後面我這團也不了了之 再怎麼說 我們相信 但是 如果你的聲音 唱出來給我們感覺一下 對啊 我剛剛講那麼多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 來一下 來來來來 冠軍的熱身 來來 加油 你很冒險的夢 我陪你沉風 這只被激碰到雨天 終究會墜落 太殘忍的話我只說 因為愛很重 你卻不想逃 我反方向走 你真的不懂 我的愛已已降落 謝謝 好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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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幾百年沒有在唱歌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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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